CBA消息 刘传星或加盟辽兰 兰协建议严惩李春江 徐杰已经出院 报辽宁迎来强远 北京时间4月14日 据香港湾区翼龙俱乐部知情人士透露 因为辽宁男兰与刘传星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合同结束后将不会再进行续约 下赛季将会重回CBA代表辽宁男兰出战 熟悉刘传星的老球迷都知道 刘传星的CBA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出身于广东清训队伍的刘传星 因为广东男兰人才积极 作为年轻球员根本就没有太多出场的机会 一直备受冷落的刘传星只能转会去更加年轻的青岛男兰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 刘传星终于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 场均9.4加8.1的数据让刘传星一下子声明确起 不过刘传星并没有在CBA留下了 辗转澳大利亚之后最终加盟弯曲一笼 之所以这次辽宁男兰大费周章想签下刘传星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现如今的辽宁男兰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球队已经出现了老龄化 而年轻球员还没有成长起来 尤其是韩德军的年龄已经很大的 状态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下滑 这次选择刘传星 就是看中了刘传星篮下能力突出的优势 把他当作韩德军的接班人来培养 而对于刘传星来说 这次也是难得的机会 毕竟现在国内的篮球文化发展得非常迅速 能够重归CBA对于刘传星的职业生涯还是很有帮助的 李春江货被严惩 北京时间4月14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因为上海南篮在季后赛的比赛中存在明显的打假球嫌疑 已经被中国篮协重点关注 如果最终的调查结果属实的话 中国篮协将会建议CBA公司对李春江进行处罚 事件的起因是上海南篮在季后赛的比赛中使用全华班的阵容 最终导致比赛的失利 而失利的原因并不是球队实力导致的 而是出于某种原因 战略性输球 其实无论是NBA还是CBA 这种所谓的战略性输球是非常常见的 只不过李春江作为冠军教头 执教能力毋庸置疑 只是这演技实在太差了 再说球迷又不是看不出来 这才导致这场比赛备受球迷的质疑 虽然战略性输球算是一种策略 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违反了最基本的体育精神 不仅是对对手的不尊重 同时也是对球迷的不尊重 说的大一点就是损害了 CBA联赛的品牌形象 最关键的是 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高志丹 在今年两会上明确提出 将对打假球的行为严肃处理 所以说 这次李春江正好撞到了枪口上了 如果李春江真的会被篮鞋处罚 那么也给联盟的各位主教练敲响了警钟 绝对不能再有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了 同时也希望篮鞋能够加强对这方面的监管力度 努力打造一个公平健康的比赛环境 徐杰回应伤情 北京时间4月14日 广东南兰球员徐杰因为在一场热身赛中意外受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的消息 让很多球迷非常担心徐杰的伤势 要知道在接下来与广煞的比赛中 广东南兰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假如徐杰因伤缺席的话 对于广东南兰的攻防体系将带来很大的挑战 幸运的是 徐杰终于对自己的伤情进行了回应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徐杰表示 目前已经出院了 小伤小病不足挂齿 另外徐杰还对球迷的关心表示了感谢 如此一来球迷们终于可以放心了 不过此事也给广东南兰敲响了警钟 马上大战在即 真的要时刻注意球员的身体健康了 如果在关键的时刻因为训练导致球员受伤 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众所周知 徐杰的身高是限制发展的最大短板 同时也是因为身高的原因 一开始让徐杰备受球迷的质疑 但是徐杰并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是加强了自己的训练强度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赛场上拼尽全力 毫无惧色 充满斗志的徐杰 当然 徐杰经过刻苦的训练 自身的实力也相当突出 在广东南兰三后卫中的影响力 已经隐约超过了胡明轩和赵锐 不仅如此 广东南兰管理层也是看到了徐杰的努力 不仅经常带徐杰参加各种活动 以增加徐杰的曝光度 甚至还决定提高徐杰的年薪合同 总之 徐杰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不仅经常带徐杰的努力